阵暴警察强势的直接朝抗议民众喷洒催泪瓦斯 试图清场赶人 但人潮没有散去 过程中还有人不断做事 要冲撞阵暴警察进行言语挑衅 还朝警方砸东西 警察甚至出动了装甲车 这冲突场面就发生在阿根廷 布宜诺斯 艾丽丝 在新总统米雷伊雷利风行的经济改革 进行所谓的休克经济疗法之下 多数的阿根廷民众真的觉得要窒息了 全阿根廷现在有 57.4%的人口活在贫穷线之下 等于是2600万人的贫穷人口是22年新高 阿根廷常年通膨汇率混乱 就在新总统米雷伊上任后放手让皮索贬值 再加上原本的通膨就高 现在的数字更可怕了 高达276%的通膨率 再加上面值越来越小的本国货币 让阿根廷民众生活过不下去 很多人沦违只能靠街头救济 像是这名生了八个小孩的八宝妈 之前就带着小孩住在没水没电 只用铁皮勉强遮掩的小屋 现在连下一餐在哪都不知道 孩子躺在发黑发霉的床垫上 只能等待好心人帮忙 但是偏偏遇上拍铃铛 慈善组织是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我们从9月底 我们没有让你一天 谈到国民主党的食物 我们永远离不让 惊讶在这段时间 答案已经是败的 聚集群众宣告今天发的 就是最后一餐 以后发不出来了 类似的情况在阿根廷不断上演 越来越多人吃的穿的 都仰赖恩典牌救济 就连在菜市场 快搜掉的NG蔬果 大家都抢着药 这些都是阿根廷总统米雷伊的经济新政 要降低政府开支 公有企业转民营接手 遏制已债养国的循环 但是这段震动期才开始不到三个月 民众都快受不了 阿根廷希望民众忍耐自力救济 但做法是不是太过极端引来批评 因为就连成立80年的国营通讯社 都被米雷伊视为是前朝的国家机器 贪腐又无能下令关门 阿根廷的泰兰国家通讯社 700多名的员工加记者 下班才发现总部被团团包围 官网之间变为休中 这下才知道被政府炒鱿鱼了 米雷伊政府坚持这世经济改革 却和国家第四权对抗 强关国营通讯社 这一让大胆的经济豪赌 更饱受批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